四十分钟 倒计时四十分钟了 四十分钟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景萱那边的那个龙虾 撒完以后用那个小清零泡一下 假如没有这个 用柠檬可以吗 当然可以 说你别这样 我给你传了个好球 好 好球 来把这个姿势点传出去 往往高端的食材 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就能体现出来它的美味来 作为一个主厨来讲 看到很好的食材 我觉得没有必要 增加过多的烹饪手法 去烹饪它 桃花香的这个虾的品质 特别好 特别鲜 小清零配起这个角龙虾来说 口感会更鲜甜 然后肉质会更加饱满 没有那么油腻 很健康 很清新 对 但是林哥我想问一下 就是放清零和放醋这件事 它有什么根本相的区别 有 有很大的区别 有很大的区别 我不信 因为我真的觉得 有些东西是形式大于了 它的内容 我觉得有区别的 这是我的观点 云林 醋的话呢 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勾兑的 但是呢 柠檬的酸味是来自果香的 这种酸味 就会更舒服一点 但是它最终蒸出来 它不会体现那个酸味吧 它今天的做法是把那个龙虾蒸熟了以后 这个呢是做一种粘量粘酱 粘料 粘着来吃的 我以为 我以为你在叫我 吓我一跳 粘酱 粘量 做一个粘量来吃 两个我来了 我来了 OK 我又怎么了 我 锦炫 你在做什么 我在炸这个小龙虾 高一温瞬间就 咸 咸 我想给它炸制一下 让这个表皮更加酥脆 然后让味道容易入进去 我这个菜是一个腊肉配小龙虾 好棒 为什么会有这种腊肉跟小龙虾的 这个味道结合 我觉得好棒 好妙 因为是上期节目去到了湘西 湖南湘西 比较腊肉比较出名的地方 然后我就想用这个腊肉 跟就是本土的食材 跟小龙虾作为一个融合 因为湖南没有人这么做 对 好香啊 锦炫 你是现在做中餐 一定要用猪油吧 对 现在跟猪油谈恋爱每天 那你用过猪油膏吗 猪油膏没用过 那我想尝试一下 要不要试一下下次 师傅那个猪油膏是 我教你 可恶 好 是帮你填平毛孔的 那是个化妆品 我真的好开心 跟直男的对话的快乐 跟直男的对话的快乐 没有 广东有一种 广东有一种甜食 就叫猪油膏 是一个甜的 用大米的粉做的 然后里面的确会放猪油 然后是甜口的 这都可以 我们是一个专业队 棒